如何透过雷射雕刻进行颜色变化的三个方式? 随着雷射雕刻的技术普及,今日已被应用在多元材质上,因应市场需求,也开始衍生出上色的需求。 一生今天为您整理三项填色技巧,帮助您让商品更多样化。 一、雷射打标技术,透过局部加热在金属,如铁、钢、高级钢形成氧化层, 通常磁氧化物会呈现黑色,也能根据退火温度的不同,呈现不同颜色,像是黄色、红色、绿色。 二、变色与发泡,使用雷射雕刻会造成彩色颜料与塑料中的碳进行碳化, 透过破坏原有的塑料颜色,产生颜色深浅变化,深色塑料被化剂的地方会变为白色,而淡色塑料会变色为灰色或黑色。 三、雕刻,由于材料被加热时会与周围空气反映,因此在刻画区域经常会出现变色, 透过雷射化剂,能让这些变色更加明显,几乎所有材料都适用这种化剂效果。 雷射雕刻机可以应用的范围十分广泛,透过以上三种填色方式,不仅可以使商品更多元化,也能创造商品的独特性。 若您有创业的需求,不妨考虑能创造出多种变化的雷射雕刻机哦。 益生成立超过二十年,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,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, 包含UV直喷机、雷射雕刻机、热转硬机等印刷设备。 拥有专业售后保固团队,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。 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欢迎找寻MRT品牌益生,免费服务专线, 0800-520-005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